S第二模式一些特点啊 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东西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一个是和RS福气 必须在一个网段 或者一个局网里 必须在同一个局网 这样 然后 我看看这是怎么说的 负债 转发给杰菌的 什么什么 跟防火墙有关的 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RS福气 为什么说他要带个外部的外网IP呢 因为如果有外网IP的话 他就直接给用户 直接给用户 相当用户可以直接访问这台福气 当然你要限制好 仅仅是做这个 相应的手出去 这样的出去 不让别人进来 不让别人进来 这样的 好 这里 然后 它稍微麻烦一点 就在于什么 第二模式的麻烦 就在于 这个RS福气 你点做一些 绑定VIP 绑定VIP 然后既然绑了VIP 你还得 抑制这个 ARP的解析 ARP的解析 这么两个 所以他俩稍微配置来 起来 麻烦一点 麻烦点 但是也就是几条命令 几条命令 看你内核力是不是支持 或者内核力没有这个模块 这是这里 这样的 然后LVS的这个RS福气 RS福气 你可以很多 很多台 很多台 比那个NAT模式 多的更多一些 待会我们说 NAT模式的一个原理 待会再说 主要还是把我们刚才的内容 总结了一下 总结一下 好 然后再说说 这个抑制ARP 抑制ARP 刚才大家稍微有点理解 现在我们看这几张图来看 然后正常客户读案 是不是请求这个VIP 请求VIP之后 这个负载捐行就在局 往里喊了 或者是交换机 RV器就在局 往里喊了 这个VIP 对应的MAC地址是谁的 是不是负载 负载捐行器上有这VIP 2S服务器上也有 所以他们就抢起来了 这是不抑制ARP解析 不抑制解析的时候 就抢起来了 这人不行 然后抑制了 这不抑制人看 都告诉这个结婚机 抑制器 我有 我都有 然后到底用谁 这就不行了 然后抑制了之后 他问谁有 不是都没有 负载捐行器上用 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的情况 这是抑制ARP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这点 然后另外一种模式 另外一种模式 叫AT 说的是叫收费赚 收费赚 收费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